蔡英文在講賴清德的時候就更好笑 首先我覺得蔡英文也實在是很嗆 賴清德就說 人家已經說我是突襲了 你現在要出國 所以我就暫停初選活動好了 這樣免得人家就說 人家蔡英文在前面拼 外交 然後我在這邊好像在扯他後腳一樣 蔡英文說man不需要 其實他也不像那麼沒有風度 畢竟你們以前不是總統行政院長 還是一起合作的 然後我覺得蔡英文 她在參選的聲明裡面 有一段話真的是更好笑 她就說呢 她說台灣需要我 那我們很難想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很難想像 如果台灣不是她 民進黨如果今天不是蔡英文 民進黨如果今天是賴清德的話 會變成怎麼樣呢 到底是有外交 你也給我講一下 我很好奇 我很希望 那個蔡英文能夠把下半段寫出來 就是說萬一今天民進黨不是我 台灣沒有我 換成賴清德的話 會怎麼樣 到底是有外交 沒有你也讓我們知道了 我很想知道 是因為賴清德講了台獨很恐怖嗎 還是賴清德怎麼了 如果今天台灣換成是賴清德 到底會怎樣 我們會萬劫不復嗎 到底是怎樣 我也希望蔡英文講清楚 這我很好奇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自己黨內互打的時候是刀刀劍骨的 沒有像國民黨至少表面上還會維持一個大家的和平跟團結 所以民進黨的戲會好看就是這樣子 已經開打了嗎 已經開打了啊 蔡英文是毫不留情的啊 然後所以蔡英文在你看她的參選所有的聲明裡頭 都是直接暗示或民視的在嗆賴清德 她不應該出來跟她參選嘛 然後現在就全黨又說要蔡賴沛嘛 所以好戲是在後頭啊 那我覺得蔡英文這樣的個性 敵死不同 我覺得也很好啊 因為他們就也算是君子之爭嘛 就把她 為什麼她很好 為什麼賴清德不適合 只有她適合 為什麼台灣需要 蔡英文不需要賴清德 講給我們聽啊 那我覺得很好 只是我不知道 選完之後 如果是賴清德勝出的話 蔡英文會怎樣